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穆家贝做了非常耐心的解释 但穆家贝他似乎还是不那么放心 他非常直垂 非常坦率 他当时对邓小平说了这么一句话 他说如果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 将会给世界进步力量带来巨大的损失 他说中国的第三届朋友都希望中国坚持社会主义 这个时候我自己感觉到邓小平的表情中 有那么一丝不太耐烦 这也是我多次给邓小平翻译中 看到他的唯一的一次不耐烦 那么邓小平把他这个烟蒂在烟缸里面掐灭 然后习惯性地用他的食指点在前方 来用浓浓的四川口音 说一句非常厉害的话 他说我们还有强大的国家机器 我们还有强大的国家机器 他说得很想很清楚 然后又说一旦发生偏离这个社会主义方向的情况 我们的国家机器就会出面干预 把它纠正过来 邓小平接着说开放政策是有风险的 会带来一些资本主义腐朽的东西 但是我们的这个政策 社会主义的政策 我们的国家机器是有力量的 我们的国家机器是有力量的 是能够克服这些东西的 所以他说事情并不那么可怕 事情并不那么可怕 他以这样的口气 这样的措辞 讲这么一个敏感的问题 各位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那么纵观人力历史 没有一个大政治家是回避暴力的 邓小平不宣扬暴力 但他的切身经历 实际上可能比任何人都更了解 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多少混乱动荡战争 那么在我的感觉中 邓小平的脑海里总是有一副当年 国家政党兵荒马乱 血流成河 国无宁日 经济停滞 百姓遭殃 民不聊生的这种意象 所以邓小平主政之后呢 下了决心 把追求中国政治稳定 经济发展 放在最优先的地位 结束给国人带来无数灾难的各种动荡 使中国人民走上了社会对现代化建设的人间正道 而且他说一百年不动摇 回头看来呢 为了制止中国可能出现的混乱和动乱 邓小平做了最坏打算的 我后来给他做翻译 好几次他都谈到中国不能乱这个主题 不管我们如何评论这些年中国政治的丰功与 不管我们自己体制内存在 还有不如人意的地方 不管中国今后改革也好 变化也好 开放也好 还要经历某种曲折或者怎么样 但我想邓小平当时讲的 中国不能乱这个观点 今天已经成为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共识 这本身就是民族珍贵的 那么纵观邓小平关于中国稳定的论述 主要是聚焦几点 一个是党的领导的稳定 一般来说 一个国家政局是否稳定 首先取决于是否有一个强余力的政治领导核心 那么在中国政治领导核心 就是中国共产党 这邓小平的一个非常坚定的观点 第二就是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稳定 大平特别强调保持党的基本路线的稳定 提出十三大制定的路线不能改变 谁改变谁下台 那么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 要长治久安 要靠这一条 第三就是我们的人民一定要团结 对中国这么一个超大型的国家来说 唯有团结才能够发展 他多次讲安定团结十分十分重要 他强调全国各族人民团结 而且强调党内的团结 特别要加强党的领导核心的团结 那么到1989年的时候 当时许多社会主义国家 包括苏联东欧国家 普遍开始进入动荡阶段 苏联东欧都出现了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颜色革命 邓小平这个时候 他讲了很多有关的话 他说对中国来说 压倒一切的问题是需要稳定 没有稳定的环境 什么都搞不成 已经取得成果也会失掉 他强调 我不止一次讲过 稳定压倒一切 邓小平讲稳定压倒一切的时候 当时中国的国内的情况和国外的情况 确实充满了各种不稳定的因素 但邓小平在这个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 一锤定音 一无反顾地强势地回应了西方势力 对中国政治制度的挑战 那么实际上当时那个时期 中国国内是两种政治力量 一种是一批大学生所代表的政治力量 他们心中的英雄是苏联领导戈尔巴乔夫 戈尔巴乔夫当时正好也来北京访问 所以学生打出的口号是今天的苏联明天的中国 这个英雄凯旋班的欢迎戈尔巴乔夫 戈尔巴乔夫当时观点是政治改革压倒一切 我们新中国成立以后 确实经历了很多风风雨雨 当时我们知识界不少人中间 这个政治改革压倒一切的口号是有吸引力的 那么另外一种力量 就是邓小平为代表的政治力量 他认为苏联这样做是非常愚蠢的 一定要把改善民生放在第一位 其他的改革包括政治改革 一定要服务于这个目的 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 照搬西方模式搞政治改革压倒一切 是非常愚蠢的方法 今天我们回望这段历史 绝大多数中国人都认为 邓小平的观点 就对于中国这么一个超大型的国家 稳定是压倒一切的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宝贵的共识 自大国乳喷小贤 就要保持稳定 经济上奋行比较开明的政治 绝大多数中国人就会感到高兴 中国人勤劳 只要政治稳定 和有比较开明的经济政策 人民就会富裕起来 国家就会富裕起来 这叫雪中送炭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可以锦上添花 我想我们就这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今天中国所取得的巨大的成功 中国崛起的巨大奇迹 都是以政治稳定为前提条件 过去三十多年里 我自己走过的这个国家当中 有和平转入动荡 乃至战乱的国家 就有十几个 超级大国苏联瞬间四分五裂 塞兰卡内战爆发 孟加拉陷入冻荡 尼泊尔危机失负 黎巴嫩重现战火 科德迪瓦冲突加剧 索马里战乱不已 一个和平繁荣的南斯拉夫 瞬间分崩离析 一分为期 一个初步繁荣的叙利亚 瞬间被战火吞噬 成为人间地狱 塞尔维亚当年驻日内瓦 联阳国机构的大使 沃弗威奇 曾经是我的学生 跟我做PhD的 他会写过一篇比较 这个铁托和邓小平的论文 他是这样结尾的 他说铁托死后 他的南斯拉夫 很快就烟消云散了 而邓小平死后 他的国家成为世界上 最繁荣的国家之一 1989年 小平同志 同中央几位负责同志 进行了一系列谈话 他回顾了党史 他说我们党啊 在争议会议以前 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 无论是陈独秀 举秋白 向中发 李一山 还是王明 都没有做到 他说我们党的领导集体 是从遵义会议开始 逐步形成的 也就是毛泽东 刘少奇 周永来 朱德和任毕石等同志 后来任毕石去世比较早 换成了陈云 到了党的八大 又成立了这个 毛 刘 周 朱 陈邓六个人组成了常委会 后来加了林彪 那么这个领导集体 一直到了文化大革命 那邓小冰指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建立了一个新的领导集体 任何一个领导集体 都要有一个核心 没有核心的领导 是靠不住的 第一代领导集体 核心是毛主席 第二代实际上 邓小冰说 我是核心 第三代领导集体 也必须有一个核心 现在大家都同意 就是江泽民同志 现在回望看 在中国发展那个特殊阶段 江泽民同志发挥了领导核心的作用 为中国的顺利崛起 做出历史性的贡献 那么历史发展还证明了 小平中的另一段非常重要的话 他说中国的事情 关键在于共产党 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 特别是要有一个好的常委会 国家的命运 党的命运 人民的命运 需要有这样一个领导集体 自从党的十八大以来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在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中国整个国家面貌 又发生了历史性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特别是这次疫情防控的巨大成功 是无数中国人真正感受到了 党的力量 社会对制度的力量 这也再次证明了 小平同志这个论断 对人民共和国的长治久安 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是多么的重要 好 今天就和大家谈这些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